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有一部热播剧叫《离人心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我呢虽然还没有时间看 但是对这个片名我还是很感兴趣的 《离人心上》这个剧名是出自于哪里呢 其实啊 它是出自于南宋词人吴文英的那首《唐多令》 吴文英呢 在南北宋的诗词《大家》中呢 算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位 但是呢 这首词写的还确实不错 所以呢 我先跟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这首词是这么写的 何处何成仇 离人心上秋 纵芭蕉 不语也搜搜 都到晚凉天气好 明月在 怕登楼 年事梦中休 花空淹水流 艳辞归 刻上淹流 垂柳不应长群柱 漫长事 细行舟 开篇的两句呢 就是说这仇事从何而来呢 是 是离人心上的那个秋字啊 就是把这个仇字上下给拆分了一下 那些雨后的芭蕉叶纵使没有再下雨 但是风吹过 依然然觉得凉嗖嗖的 明月随在 但是不敢登高望远 怕顿起思乡之情 这上一却呢 基本上是写的一个人对故乡的怀念 下一却呢 写的是往事悠悠啊 过去的事情已经慢慢的过去 燕子们已经飞回他们南方的故乡 而我呢 还只能在这里徘徊 丝丝的垂柳 不能记住的是他的裙带 记住的却是我想归乡的行舟 这首词的前两句和最后两句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就是那两句 何处何成仇 离人心上丘 和最后两句 垂柳长阴裙带住 漫长是细行舟 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 这首词呢 总的来说是写的一种离仇 是那种淡淡的似有似无的相仇 我想再跟大家分享几句诗 同样是描写相仇 但是呢 却是截然不同 这几句诗呢 我没有背过 所以呢 我读给大家听 无日无夜兮 不思我乡土 摒弃何成兮 莫过我罪苦 天灾国乱兮 人无主 唯我薄命兮 莫荣辱 疏俗心意兮 深难处 事欲不同兮 谁可余 寻思舍利兮 多贤阻 四破成兮 亦七处 冰霜凛凛兮 深苦寒 鸡对肉落兮 不能参 夜间龙水兮生乌夜 朝见长城兮 路遥曼 追思往日兮 行李难 六破 拍来兮 欲罢谈 为天有眼兮 何不见我独漂流 为神有灵兮 何是处我天南 海北头 我不负天兮 天河 配我疏皮 我不负神兮 神河 己我 月荒州 智子八破兮 逆排忧 何之取成兮 心转愁 不知道大家听出来没有 我刚才念的呢 就是胡家十八破中的四六八破 胡家十八破呢 大家都清楚 是东汉才女蔡文基所作 描写的呢 是她在塞外十二年的经历 她对故乡的思念 对家人的眷恋 相比较刚才提到的吴文英的那些乡愁 蔡文基在胡家十八破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仇 就不是那种清清淡淡 是那种浓浓的化不开的那种仇 是仇苦 是那种撕心裂肺的苦 今天呢 就是想跟大家聊聊 这位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炎 蔡文基 要说蔡文基呀 就不得不提她的父亲蔡庸 有人说呀 蔡庸是因为蔡文基而得名 其实啊这就大错特错了 蔡庸之于东汉 相当于李白杜甫之于唐朝 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蔡庸的不光是好词律 而且呢 她还精通音律天文术术 她不仅是大书法家 开创了非白体 而且还是位历史学家 可以说蔡文基身上的才学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她的父亲的亲寿 据说在蔡文基年幼的时候 大概四五岁的样子的时候 有一天呢 蔡庸在屋内抚琴 突然呢 一根琴弦崩断了 这时候在隔壁房间的蔡文基就说了一句 说是第二根弦断了 蔡庸呢 觉得很惊奇 小小年纪居然能听出来 这是第二根弦断了 是不是侥幸而已呢 于是呢 她又故意崩断了一根弦 隔壁房间蔡文基又说是第四根弦断了 蔡庸呢 更为惊奇 就连续的崩断了好几根弦 当最后一根弦断了的时候 隔壁的房间传出一声悠然的长叹 说 父亲 你要换一把新琴了 当然了 这个故事除了前两根弦断是史实以外 后面的就是某位后人杜转出来的 蔡庸抚着这把已经没有闲的琴感慨万千 没想到自己的女儿在音乐方面有如此的天赋 今天虽然折损了一把普通的琴 但是呢 还是很有收获的 不光是发现了女儿在音乐方面的天赋 而且自己还获得了一把搓衣板 蔡庸想想自己隐隐作痛的膝盖 又想想那个光滑的心的搓衣板 心里不尽窃喜 跟大家开个玩笑 说起这琴呢 蔡庸还真有一把铭琴 中国古代啊 据说有四大铭琴 分别有齐桓公所有的号钟 据说这个琴呢 弹起来声音特别洪亮啊 特别悲凉 还有一把是楚庄王拥有的绕梁 据说这把琴的音色特点呢 就是那种绕梁三日的那种感觉 还有一把呢 叫绿琦 这把琴呢 原为梁孝王所有 后来呢 有一个人写了一首特别绝美的副 叫如意副 于是梁孝王就把这把琴赠给了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我们在上一期提到的司马向儒 司马向儒谈奉求皇室用的琴就是绿琦 还有一把就是蔡庸用的这把胶尾琴 为什么叫胶尾琴呢 传说呀 是蔡庸有一天呀 是烤火还是干什么 突然呢 在这个火中燃烧的匹台中呢 发出一些异响 他觉得这个声音呢很奇特 于是呢 他就马上从那火中啊抢出了一块铜幕 他就用这块尾部已经被烧焦的铜幕做成了一把琴 就是后世文明的胶尾琴 所以呀 有这把胶尾琴在手啊 蔡庸也算是曾经沧海了 其他的琴在他眼里头也就不算什么了 在蔡文基17岁的时候 蔡庸把蔡文基许配给了何东卫家的卫中道 虽然这也是一个父母包办的婚姻 但是蔡庸呢也是充分的尊重了蔡文基的意见 而且他也充分考虑了蔡文基的喜好 为蔡文基选择的这个夫婿 魏中道也是当地的一个才子 通音律善诗文 蔡文基嫁过以后呢 两个人也算是琴瑟和鸣 日子过得非常的和美 但是很可惜呀 魏中道因为肺病 在他们结婚一年以后就去世了 因为蔡文基与魏中道无子 而且呢魏中道的家里人呢 对蔡文基结婚以后一年魏中道就死了 故此呢对蔡文基呢也颇有微词 蔡文基呢也是不堪忍受 于是又回到了自己的娘家 继续和自己的父亲一起生活 蔡庸在汉陵帝后期的时候呢 因为不满时内室专权 和那些宦官们呢产生了很大的矛盾 于是呢他就避祸到了现在的江苏省苏州市 一直到董卓进京以后 董卓呢很仰慕蔡庸的才华 也非常想借重他在文人中的威望 于是呢请他出来做官 蔡庸呢不愿意在董卓手下做事 于是呢他就想跑 当时他周围的朋友就跟他说 说别人都能跑 就您这副尊容哪跑得了啊 只要是一画影图叠 就你长这个下巴 这个一泄千里的下巴肯定很快就会被人抓住 于是蔡庸呢就没有跑 这时候董卓呢也下了最后通牒 就威胁蔡庸说我力能足人 意思就是说你要不来我杀你全家 蔡庸没办法就回到了洛阳继续做他的官 说起来呀 这个董卓对蔡庸还真是从心底里的器重 蔡庸在三天之内连升了三次官 后来居然还封了侯 蔡庸呢在董卓专权期间呢 也能够专心修使 所以呢日子过的也算是不错 后来呢 王润跟吕布设连环祭杀死了董卓 董卓因为在执政期间罪孽太众 杀人无数 又非常的暴虐 所以当时把董卓处死以后呢 就让他暴尸于世 尸体经暴晒几天以后呢 已经有些腐烂 有个兵士就在董卓的肚气上插上了一颗灯心 然后点燃以后呢 居然能够照明数日 后世的大词人苏氏呢 还写了一首诗讥讽董卓 这诗的最后两句是 毕竟英雄谁得四 其旨自照不须灯 但是对蔡庸来说 董卓呢 对他呢 确实有知欲知恩 蔡庸呢又是一个标准的书生 有很强的书生意气 后来在一次庆功宴上 提到董卓的死 蔡庸呢就忍不住长叹了一声 被当时掌权者大司徒王润听见了 就责问蔡庸说的董卓死了天下都是非常的欢庆 你为什么还要长叹 你是不是跟他同党呢 就因为这个就把蔡庸下了大狱 要把蔡庸问斩 当时很多的大臣呢都劝王润千万不要杀了蔡庸 这是一位曠世的奇才 蔡庸呢也对王润说 说你可以断我双期 折让我继续修史就可以 旁边大臣呢也劝王润 说杀了蔡庸这样的天下文人的楷模 恐怕会有失人亡 还是应该让他把后汉史修完 但是王润呢 当时是一意孤行 他就对那个大臣说 说的当年汉武帝没有杀了司马迁 结果司马迁在史记中呢 对汉武帝就颇有微词 像蔡庸这样的今天不杀他 不知道在史书中会怎么说咱们 于是呢 最后还是在狱中处死了蔡庸 说起这王润呢 顺便多说两句 这个人呢应该算是一个忠臣 但是呢性格呢太倔强 而且啊 他也没有一个战略的眼光 杀死董卓确实是有功于汉士 但是在后面的操作中呢 他就屡犯错误 当时董卓被杀以后 董卓手下的那几元大将 好几个都提出要归降王润 但是王润呢坚决不接受 这也就导致了最后 李杰郭寺反攻洛阳 吕布呢跟李郭打了一仗 但是战败了 于是吕布就想护送着王润一起逃生 但是王润呢还是很有气节 他是坚持不去 愿与城共存亡 最后李郭破城以后呢 就把王润的三族尽数诛灭 王润呢就是这么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他当时杀蔡庸有私怨的成分在里面 因为在之前他在朝堂上和蔡庸经常不和 对蔡庸的才华呢也非常的忌妒 他杀蔡庸在他的人生中算是一个污点 但是这个人呢不管怎么说 也算是在乱世中的一位忠臣义士 当时中国北方是征战频频民不聊生 为了护送汉县帝留邪东归回洛阳 当时的大臣董承和杨凤呢 还请了南匈奴的兵马 南匈奴的这些兵马在击败了李郭的人马 护送汉县帝回洛阳以后 本着贼不走空的原则 又开始了在中原地区的大范围的截掠 说到这儿啊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你这样说是不是有点种族歧视 其实我这个真不叫种族歧视 应该叫正式历史 是正式不是歧视 历史上中国北方的这些游牧民族啊 不管是突厥 匈奴啊 柔然啊 还是土玉魂啊 土拨呀 以及后世的契丹西夏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会经常的向中原地区进行抢劫 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生存之道 因为他们本身不具备生产一些必要的生产 生活资料的能力 他们要想获得这些生产生活资料 只有两个途径 一个呢是通过边貌 再一个就是截略 而比较而言 截略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 所以啊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一个历史事实 这和种族歧视呢 没有什么关系 而且这些游牧民族 他们截略的目标就是针对的平民 就是普通老百姓 他们并不是说非要去找军队的军库啊 国库啊去抢劫 毕竟截略老百姓这个是风险最低的 有几句诗描写了当时男匈奴的兵士 掳掠老百姓的情景 是这么写的 凭上人脆弱来兵戒胡枪 列也围城户所向西破王 马鞭选南投马后载妇女 那些雄奴的骑兵砍下男人的头颅挂在马鞭上 而马后面载着就是他们抢来的妇女 马鞭拴着的人头有可能就是这个妇女的丈夫 他的哥哥或者他的父亲 甚至有可能是他的儿子 大家可以想象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情景 很不幸啊 蔡文基也是在这群被掳掠的妇女之中 那一年蔡文基是23岁 从此以后 他就开始了他12年的在塞外的生活 关于蔡文基在塞外胡帝的这12年的生活呢 关于蔡文基在塞外胡帝的这12年的生活呢 我们很多朋友呢 大部分都是通过话剧蔡文基或者戏剧文基 归汉这些文艺作品中了解到的 在这些作品中都说 蔡文基到了匈奴的驻地以后呢 被纳为了男匈奴左贤王的王妃 并生有两个孩子 在话剧蔡文基中呢 说是有一儿一女 网络上还有很多文章 把蔡文基这段时间的生活和男匈奴 左贤王留抱的经历 写成了一部荡气回肠的草原炼歌 说什么 左贤王如此倾慕蔡文基的才学和他的美貌 蔡文基呢 对左贤王也从刚开始的不接受 到最后变成了心意相投 两个人呢 在天苍苍野茫茫之下 共同写就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总之啊 感觉上这12年蔡文基过的还算不错 至少是过着人上人的生活 得到了左贤王的宠爱 过的也是贵族的生活 但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但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一直以来史学界对此呢 一直就有争论 争论的第一焦点就在于 蔡文基是不是左贤王的王妃 汉书上记载啊 蔡文基是墨于左贤王 不是说的嫁于左贤王 一字之别区别是很大的 当然了也有人说 也许蔡文基最初是墨于左贤王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了解呢 两情相悦 最后又嫁给了左贤王 但是实际上在史料中记载的 左贤王刘豹的所有的嫔妃 他们叫燕之中 没有蔡文基的名字 左贤王在雄奴的部族中 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么一个职位 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储君 所以说他一定是王室成员 那么他的家庭成员 他的燕之 他的子孙们 在史料中记载都是很清楚的 因为这涉及到一个雄奴王室的血脉问题 比如说史料中就记载了 刘豹的大燕之 就是他的皇后 是忽延氏 他所生的儿子叫刘渊 刘渊呢 也就是后来五湖十六国时期 十六国中前兆的开国皇帝 顺便说一句 为什么左贤王会姓刘 这个呢 要从左贤王的老祖先 莫独禅渝开始说起 莫独禅渝呢 就是雄奴历史上的一个 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一个首领 莫独禅渝当年曾把汉高祖刘邦围在了白灯 最后呢 汉朝是采用和亲的方式 解决与雄奴的纷争 从那以后啊 汉朝的公主就一个接一个的送到了雄奴地方 做了他们的燕之 当然了里面有不少假冒伪劣的 也不是什么真公主 但是呢 也有不少确实是皇室的宗室子女 所以呢 他们也是带有皇室的血脉的 而莫独禅渝所在的这只匈奴呢 叫匈奴的鸾地部 这个部族呢 可以说一直是领导着匈奴各部 像后来的左贤王刘豹 以及再后来的刘渊刘耀都是出于这个部族 他们之所以姓刘呢也是因为匈奴中有一个传统 就是贵人从母姓 而且他们也以有汉族的血统为荣 于是呢 他们就改姓刘 所以他们匈奴的姓氏呢 叫伦蒂 但是他们又有一个汉人的姓氏 就是姓刘 所以后来刘渊最早称帝的时候呢 国号为汉 他认为他是光复汉史 而刘渊的直字辈的人物刘耀后来登基以后呢 改国号为赵 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前赵 关于这个刘耀啊 我又得多说两句 因为他跟另外一个人很有关系 这个刘耀呢 是娶了晋惠帝的第二任皇后杨献荣为妻 晋惠帝司马忠就是前两集我们提到的那位白痴皇帝 杨献荣呢 就是在贾南风之后晋惠帝的第二任皇后 刘耀娶了杨献荣以后 在公元318年刘耀登基以后就立了杨献荣为皇后 他和杨献荣呢 还生了几个孩子 其中一个长子还被立为了太子 杨献荣呢 说起来也是身世坎坷 他的皇后位置曾经被五废六历 这些呢 也都要拜八王之乱所赐 但最后呢 不管怎么样 杨献荣还是在刘耀那里安定了下来 说起来啊 这个杨献荣和蔡文姬也很有关系 我在以前的视频中提到的那位太妇杨户 是杨献荣的叔祖父 而杨户呢 是蔡文姬的亲外甥 就是说杨户的母亲是蔡文姬的亲姐姐 或者是亲妹妹 所以蔡文姬和杨献荣这两朵乱世的女人花 最后的际遇却是有很大不同的 刚才跑了一点题 我们继续来说蔡文姬在塞北的这段经历 不仅仅是左贤王留报的胭脂的那些名单里 没有蔡文姬这个名字 而且蔡文姬在这段时间生的两个儿子 历史上记载是两个儿子 不是在话剧中说的一儿一女 这两个儿子呢名字有一个叫阿迪拐一个叫阿美拐 但是呢 很奇怪的是他们的名字后面并没有他们的官职 按理来说 他既然是左贤王留报的孩子 那么他就是王室血统 这是无疑的 那么他肯定应该有自己的官衔 比如说是亲王也好 还是说什么将军也好 一定是有的 但是史书上是没有这样的记载 而且这两个人日后呢也就没有任何的记录 而且在蔡文姬的胡家十八坡中 也没有提到左贤王这个人 但是提到了他是被强迫成为人家的欺使的 还有一点啊 就是当曹操知道了蔡文姬流落到了胡帝以后 他是采用了赎买的方式 用了千两黄金和一双玉币 才把蔡文姬从匈奴那里给赎买回来 而赎买这种方式在当时只适用于奴隶的身份 而且如果蔡文姬是王妃的话 那么左贤王是不可能就为了这点金钱 就把自己的妻妾给卖掉的 特别是卖给另一国的人 这个又涉及到一个国格的问题 再有啊 曹操派去接蔡文姬的是一个叫周作的小官 大家设想一下 如果是要接左贤王的王妃回中原的话 那么他肯定要见左贤王的 这样一个低级别的小官 是完全不符合外交礼仪的 至少应该派一个两三品的大员才算合理 精明的曹操是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的 所以啊 综合以上分析 有些历史学家就认为 蔡文姬在翻地的时候并没有做什么王妃 他可能只是像众多的被掳网胡帝的女人一样 只是成为了他们的一个军官的妻子 或者是一个士兵的妻子 而且蔡文姬在《胡家十八破》中也提到 当他得知曹丞相要接他回中原的时候呢 他周围的那些同被掳落到胡帝的女人们 都为他觉得很庆幸 说明呢他当时还和这些人在一起 如果他贵为王妃的话 应该不是这种情况 那么为什么后世的很多的文学作品和戏剧 都说蔡文姬在当时是做的王妃呢 这个呢 我觉得是有两方面考虑 一个是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 大家都希望像蔡文姬这样一个才女 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 她应该在那边成为王妃 这是一个对蔡文姬的尊重和喜欢 第二呢这样处理的话也增加了很多的戏剧的张力 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 其实这就跟我们不能从三国演义中学历史一样 我们也不可能从戏剧中学历史 就像我们最熟悉的渣美案啊 那个陈世美 真相呢也并不是像这个剧里说的那样 第一陈世美什么包拯 那是宋仁宗时期的事情 而宋仁宗的四个女儿呢 根本就没有一个是嫁给陈世美的 他们的夫君没有一个姓陈的 这个呢 我在以前的视频节目中提到过 再有陈世美这个名字的由来呢 是来自于陈淑美 这是清朝顺治年间的一个清官 这个故事原本是这样 陈淑美呢 当官以后 她的以前的两个朋友 这两个朋友呢 以前也曾经资助过她 就来找她 向她来求官做 这两个人呢 都是秀才 但是按照当时新颁布的法令 只有举人才能获得推荐权 才能被人推挤重关 于是呢 陈淑美呢 也是按照规定执行嘛 就没有给她这两个朋友去举荐 然后就给了她这两个朋友一些钱 让这两个朋友回乡了 这两个朋友呢 心中呢 有气 就觉得陈淑美啊 当了官以后 忘恩负义了 心里有气呢 没处仨 正好呢 看见一个戏班子在演戏 演的是有关赵五娘的一部戏 说的是赵五娘的丈夫 当官以后呢 忘恩负义 背弃了自己的妻子 但是她的丈夫呢 却拒绝相认 最后是感动上天 然后是把赵五娘的丈夫是雷劈死了 还是给淹死了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吧 这两个人看到这个戏呢 就花钱买通了戏班的老板 就把这个赵五娘的名字改成了秦湘莲 因为陈其美的妻子叫秦清莲 然后赵五娘的丈夫呢 就改名叫陈世美 没有叫陈淑美 怕惹麻烦 哎就这么把这个戏唱出来了 最后又和包公案结合在一起 就成了最后的扎美案 陈世美被妻弃子这个故事也就传播开来了 说起来也很巧 那部赵五娘的剧里头 赵五娘的丈夫叫什么名字呢 叫蔡博街 而蔡博街就是蔡庸 这就是当初最早的时候编排蔡庸的一部戏 到后来原来有一个剧作家叫高明成 又把这部地方戏改成了一部叫琵琶记的这么一部戏 算是给蔡博街证明给他平反 但是不管是平反前的版本 还是平反后的版本 其实跟赵跟蔡博街 蔡庸都一点关系都没有 完全是后人拿一个名字就放在戏里面了 所以都是当不得真的 南宋的词人陆游为此呢 还写了两句诗叫死后是非谁管得 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也是陆放翁听到了村里都在唱关于蔡中郎 就是蔡庸的这部戏 又想起了蔡中郎的真实的史实发出的感慨 好的一不留神又跑了一点题 但是呢好像又跑回来了 因为曹操的出手相助 蔡文基虽然在有生之年 还有机会重回故里 但是呢 这时候他已经有两个幼子 所以蔡文基这时候就要面对一次痛苦的分离 很可能有生之年 他再也见不到他的两个儿子了 这一幕呢 都记载在他的悲愤诗里头 我给大家读几句 己得自杰勉当父弃儿子 天父坠人心永别无晦期 而前抱我井问母欲何之 人言母当去岂父有还时 阿母常人策今何更不辞 我尚未成年奈何不顾思 彼时的情景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出啊 我就不再多言了 那么蔡文基为什么愿意离开自己年幼的两个儿子而回到中原呢 他就不想继续留在那里吗 我相信啊 这其中一定有很多的原因 而且我也觉得当时他也是身不由己 因为这毕竟是曹丞相的命令 当时的男熊奴是臣服于曹操的 而且这个交易实际上已经完成 对于蔡文基来说 他是没有决定反悔的权利的 当然了 这些只是我的一个猜测 蔡文基回到故土以后呢 曹操就为他安排了一门婚姻 是把他嫁给了当时的屯田校尉董次 这时候朋友们可能会问 为什么曹操要花重金把蔡文基赎回来呢 我看到有的人说呀 是因为曹操啊在年轻的时候啊 曾经是蔡庸的学生 所以呢算得上是蔡文基的师兄 曹操对蔡文基一直怀有爱慕之情 所以这次愿意出手相助 关于这点啊 我想说的是 曹操和蔡庸确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但是他们并不是师徒 曹操比蔡文基大22岁 应该跟蔡庸的年龄差不多 两个人呢算是同朝为官 而且呢彼此呢又相知相熟 据曹操的儿子曹丕曾经说过 他的父亲曹操和蔡庸的关系是管报之交 管报呢指的是管仲和报书牙 这是一成语是用来形容朋友之情的 管仲呢也曾经说过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报书牙也 所以呢 曹操跟蔡庸之间是那种知己朋友的关系 曹操呢一定非常仰慕蔡庸的才华 但是呢他们两个人并不是师徒 曹操和蔡文基应该算是叔侄女之间的关系 而且从蔡文基回到中原以后 曹操马上为他安排婚姻这一点来看的话 第一曹操呢对蔡文基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 第二曹操是以长辈的身份为一个晚辈来安排他今后的生活 而且当时曹操不惜重金赎文基归汉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考虑到蔡庸无私 所以才千方百计的寻找蔡文基的下落 所以这点上我觉得曹操完全是尽一个朋友的职责啊 没有什么可值得多想的 有可能呢 如果帮助蔡文基的不是曹操是另外一个人 可能也就没有这么多故事传出来了 就是因为是曹操名声呢好像也不是特别好 而且曹操还有一个不太好的名声 就是经常被人说他是人妻控 就是他专门喜欢抢别人的妻子做自己的老婆 在这方面的历史上还真有一些记载 虽然正事上不多 但是像在《试说新语》中就有许多类似的记载 说起这曹操啊 他是名副其实的宦官之后 他的父亲曹松是东汉期间大宦官曹腾的义子 曹腾呢虽然是个宦官 但他并不是那种作恶专权的那种 名声呢还很不错 这也为曹松今后的仕途呢 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后来曹松呢还花钱买了一个太尉之职 虽然说那时候太尉只是一个虚职 但是这对于光耀曹家的门风还是很有帮助的 曹操年轻的时候啊就是一个顽固子弟 说他是个小流氓也不为过 有一次啊 他和他当时的好友袁绍 袁绍呢也是名门之后啊 四世三宫 这是实实在在的贵族 这个袁绍小时候也是很不招调的一个人 所以呢 跟曹操就能玩到一块去了 有一次呢 他们俩看到有人家娶新娘 然后两个人呢就计划把这个新娘给抢了 曹操呢就出了一个主意 到了晚上呢 他们就先在门外喊抓贼啊抓贼啊 然后呢吸引的家里的那些男人都冲来抓贼 然后曹操就潜入内室 把那个新娘子就劫持出来了 等到新娘子家里的人发现中计以后 跟新郎子一起追出来的时候呢 曹操跟袁绍呢劫持着这个新娘子就开始跑 袁绍呢跑的慢又不小心跌进了一个荆棘丛里头被卡住了 在这个紧急时刻呢 曹操表现的非常够朋友 他就对那些追来的人大喊一声 说贼人在此 然后他就拽着新娘跑了 袁绍后来呢虽然也是侥幸脱逃 但是从此以后他也算是记住了曹操了 也难怪在后来关渡之战中 袁绍败的这么惨 其实啊 他从小的时候就输给了曹操 从这故事可以得知啊 曹操从小的时候啊就有抢人老婆的习惯 大家可能质疑啊 这个故事是真的假的呀 我也不知道 这个故事呢 出自于是说新语 是说新语是谁编的呢 是刘依庆编的 刘依庆是谁 刘依庆呢 就是我在前几集视频节目中介绍过的 那个刘宋王朝的王室成员 他是刘裕的侄子 他组织了一些人编了这部书叫是说新语 主要描写的是从东汉到东晋时期的那些名人们的议事 林林总总写了挺多 因为这也应该算是官方编撰的 而且刘依庆毕竟是皇室子弟 也不是那种落魄文人 所以呢 他组织人编出来的东西呢 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不过对于曹操啊 有可能会有失偏颇 为什么呢 因为刘依庆他们这个刘宋王朝 认定自己是汉朝的皇室后裔 所以呢 他们对于实为汉象 名为汉贼 最终篡汉的曹操 可能呢 会有不少的微词 所以大家听的故事呢 也要斟酌的听 不过确实历史上也有一些很准确的记载 比如说曹操在收服了张秀以后呢 却又抢占了张秀的伯母为妻 引得张秀又造反 那一战呢 曹操损失惨重 损失了自己的长子 而且大将典威也战死了 而且大将典威也为保护曹操而战死 这段呢 肯定是史实 曹操的窃室中呢 有一位叫尹夫人 她是 这位尹夫人呢 是以前大将军何晋的儿媳妇 何晋死了以后呢 何家败落 然后曹操呢 就把这位尹夫人收了 这位尹夫人呢 还有一个儿子啊 不是跟曹操的儿子 是跟何晋的儿子的儿子 就是何晋之孙 这个人呢 在历史上很有名 我以前也提到过 他叫何燕 就是人称富粉何郎的那位何燕 也是一位美姿怡的美少年 也是吃五十散吃的很多 据说这位何燕呢 小时候曹操想收他为义子 何燕呢 就在地上画了一个四方块 然后自己站在其中 别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说这个就是我何家的地方 这个故事呢 就是画地围炉这个成语的由来 曹操的窃室中呢 还有一位秦夫人说起来更有意思 当时曹操攻打吕布的时候啊 就把吕布围在了夏批城 当时还算是曹操的下属的将军关羽 关云长就来见曹操 跟曹操说 说部将有一个不情之情 还望丞相成全 曹操说什么事啊 你就说吧 关羽就跟曹操说 说我老婆呀 一直没有给我生下一儿半女 一直没有子嗣 我很着急 我听说呀 城中吕布的部将 秦一路有一个夫人 哎 貌美 而且又能生孩子 所以呢 我想城破之日啊 能不能把这位杜夫人 就是秦一路的夫人姓杜 把这位杜夫人啊 赏给我作为我的妻妾 曹操呢 当时也想拉拢关羽 于是呢 就答应了 还笑着跟关云长说 说没想到将军也有如此雅兴啊 关羽呢 当时弄了一个大红脸哎 面如重枣 我估计就是从哪开始的 后来城破之日 曹操呢 想起了关云长说的这些话 于是呢 他就第一时间跑到了秦一路的府地去看看这位杜夫人到底是何许人也能让关将军如此挂怀 看到杜夫人以后啊 惊为天人哇 真漂亮 就已经完全忘了和关羽的承诺了 就把杜夫人收为自己的妾室 关羽知道以后呢 也很生气 也很无奈 气得脸更红了 所以呢 就更加的面如重枣 而且从此以后脸色一直没有缓过来 从这个故事啊 也可以看出当时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人妻 很多人都是因为关羽的原因 就是自己的老婆没有生育 在那个时候呢 大家都认为 在那个时候呢 男人们都认为 不能生育是女人的责任 所以他们希望找一个已有生育历史的 知道会生孩子的女人 为自己传宗接代 而且啊 因为古人结婚都非常早 十三四岁 十五六岁就已经结婚了 所以呢 即使是以为人妻 但是依然是青春美丽 可能也就是二时三时不到的样子 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再一个呢 在东汉末年以及以后的乱世中呢 女人和女人对自己的丈夫的依附感是非常强的 如果丈夫乱世死了以后的话 女人可能就沦落到一个非常悲惨的境地 所以呢 女人再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至少自己以后呢 能够找个依靠 这也和当时的社会的动乱的状况 和女人在经济上没有独立性是有关系的 还有一个就是从这些故事 大家可以 还有一个 就是从这些故事中啊 大家也可以看出 还有一个从这些故事中啊 大家也可以看出 在那个时候 对于女人的那些所谓的节列的观念呢 并不是特别强 一个女人二嫁三嫁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 没有人会嫌弃 没有人会嫌弃你 或者遭到社会舆论的否定 你像刘备的皇后 吴皇后 就是以前益州的主人刘章的夫人 刘备娶了益州以后 也就把刘章的夫人收为自己的妾室 到后来称帝以后 还尊为了皇后 后世的那些女子节列的那些思想呢 是在南宋以后 袁明清随着礼学的逐渐兴起 然后发展起来的 还有一个故事嘛 说有一个 你说有一次发洪水 有一个女的快被淹死了 这时候呢 一个男的呢 就抓住他的胳膊 把他拉上了岸 这个女人呢 上岸以后呢 不断不感恩 还大哭着 说我手寡到现在一直守身如玉 现在我的胳膊却被男人给摸了 所以呢 他就当时就把自己的胳膊砍下来了 这样的女人在当时被称为猎女 很多女人守管后不愿再嫁 终其一生 就是为了能为他竖起一个贞结牌坊 现在如果还有人有这种思想的话 那我估计他是不敢在早高峰晚高峰期间搭乘北京啊 台北啊 纽约的地铁啊 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 如果真要搭乘的话 那么看完以后也就剩不下什么了 那么蔡文基嫁给了董思以后 他们二人的婚后生活又怎么样呢 可以这么说 乏善可陈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董思呢 那时候只是二十多岁 又通音律 好诗文 是当地的一个才子 又有官职 是一个屯田校尉 在当时呢 算是一个跟县令平级的这么一个官职 而蔡文基呢 这时候已经35岁 塞外12年的风沙 他一定是在他脸上留下了很多的痕迹 他已经不再青春年少了 因为这是丞相指定的婚姻 所以董思呢 是没有理由拒绝的 而他内心呢 也许对蔡文基的才学是充满了仰慕 但是呢 他心目中的妻子 肯定不是现在的蔡文基这个样子的 所以婚后呢 董思对蔡文基是敬重的成分更多一些 而并没有把他当做自己的妻子那样去爱护 而蔡文基呢 我相信他也能够理解董思 他也不会强求董思去爱他 董思呢 给他了这么一个稳定的家 董思又是一个有田产 有固定收入的这么一个政府官员 这对于当时的蔡文基来说 已经是非常满足了 平静的日子没有过多久 董思呢 就不知何故犯了罪 暗律当斩 蔡文基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呢 可能是在早上 他还没有梳妆 他就赤着脚 头发也没有梳 就跑去见曹操 为董思求情 当时呢 曹操呢 正在大宴宾客 突然有人来报 说蔡文基求见 曹操呢 还挺高兴 就跟大家说 说当年蔡博街的女儿正在帐外 大家也可以一睹这位才女的风采 于是呢 就让蔡文基进见 蔡文基当时呢 因为走的匆忙是蓬头垢面 而且呢赤着双脚 进门便拜 声音轻力气窃 他请求曹操赦免动刺 当时在场的人呢 无不动容 当时的情景呢 我想不会是像有些女人那样哭天抢地的那么哭嚎 因为史书上记载说他声音轻烈 就说明他的口齿还是很清楚 如果他只是哭嚎的话 那肯定不会是那么清楚的 所以可以想象当时蔡文基的神态应该是虽然是在祈求 但是呢 依然保持着他一代才女的崩度 曹操听完以后呢 很为难的说 说我就是想赦免他 但是我的那个命令已经下发出去了 现在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这时候呢 蔡文基就抬起头直视着曹操说 丞相有千军万马 难道就舍不得一人一计去搭救董寺吗 曹操呢知道蔡文基自小就有辩才 所以呢 他最后呢 也就同意让人去收回成命 董寺呢 也就因此而得救 随后呢 曹操又想起当年他在蔡庸的府里看到了很多的古书典籍 非常的珍贵 他就问这些典籍的下落到哪里去了 然后蔡文基呢 就回答 由于战乱呢 大部分都已经遗失了 曹操呢 觉得非常可惜 然后蔡文基呢 随后就说 说的我呢现在还能够背诵下四百多篇 蔡庸收藏呢 有四千多篇 蔡文基现在还能完整背诵呢 有四百多篇 曹操呢觉得很惊奇 马上就说 那我就派十个文员到你那里 你来口述 然后他们来抄写 蔡文基呢就说 哎 我听说是男女受受不亲嘛 所以呢 你就别派文员了 我自己来抄录 后来回去以后 蔡文基就为曹操抄录了四百篇古书典籍 文无遗漏 可见蔡文基的记忆力也是非常惊人的 那么蔡文基为什么要搭救董次呢 我想啊 原因应该很简单 第一 蔡文基需要这么一个家 董次给他提供的这么一个家 他不想再过那种流离失所的日子 第二点呢 就更为简单 因为当时能够搭救董次的只有蔡文基 只有蔡文基和曹丞相的关系 才能有机会救董次一命 在这种情况下 我相信以蔡文基所受到的家教 和他本人的品行 他不可能见死不救 后来董次被赦免回到家以后呢 非常感激蔡文基对他的救命之恩 而且在以后的日子里 他也逐渐发现了蔡文基作为一个才女的美丽和高洁 恩情也就慢慢的转变成了爱情 后来董次就辞官不作 带着蔡文基 到了落水之盼的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就在那里定居了下来 两个人从此弹琴作诗 其乐融融 后来曹操在行军途中路过落水 也曾经去董次和蔡文基的家里去做客 蔡文基这朵乱世中盛开的女人花 最终呢 也算是得到了一个美好的归宿 我想这是朋友们都希望看到的 好的 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 好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订阅转发 欢迎订阅转发